你好 大家好 我是邵珍 今天呢 想跟大家来谈一个 有一点沉重的话题 就是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 算是在韩国吵得蛮激烈的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日本二战时期 征用朝鲜劳工的一件事情 那在3月6号的时候 南韩的政府他们就有一个最新的宣布 就是有关于这个政策 那当天呢 韩美也有很多的报道 那我们带大家来先看一下 其中一条的报道的标题 那它标题就写到说 韩国贼大尼华中班决尽用批黑者的陪伤 日本批高企业分8走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 韩国的财团要对这些 征用工的被害者进行赔偿 日本的被告企业是被排除在外的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议题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要带大家先回到二战时期 二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 日本那时候因为为了要打仗 包括台湾也是 然后还有在中国 还有在朝鲜半岛也都是 争了很多人要去帮他们 比如说建设或是打仗之类的 根据韩国他们官方的资料 是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 总共大概有时有113万到146万的朝鲜人 被强征过去日本本岛做一些劳动做苦力 在那段时间就有100多个朝鲜人 他们被强征过去做这些苦力 其中我看到的资料是四成被带去矿坑做工作 那大家都知道矿坑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因为就是可能你要再进去里面很久很久 他说那时候他们工作时间是最少10个小时 最长的话只有到18个小时 有一些人说是有钱可以拿 可是那个钱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因为工作条件非常的恶劣 所以呢有1%到2%的人 在6年内就因为这样子的死亡了 之外也有一些在他们工程结束之后 就莫名其妙被日军带去可能某个地方 然后屠杀 那其实这近10年来吧 才是被大家得到一个重视 之前很有名的一个综艺节目 《无限挑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他有做过这个特辑 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亚裔 怎么会有这一段痛苦的历史 可是大家不知道呢 因为他那时候就有访问很多 因为当时被征用过去 然后就住在那边的一些爷爷奶奶 然后问他们说他们当初的一些生活的情形 就非常非常难过的一段过去 在这个《无限挑战》那时候播出之后 也在韩国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 那之后呢 在2017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韩国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军舰岛 就是在讲说这个地方很多朝鲜劳工 然后被强征到日本的军舰岛来做建设 这件事情在韩国广泛得到讨论 所以呢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二战时期 就有15个人去告了包含日本制铁 还有三菱重工 还有很多的企业 然后在韩国都被说是战犯企业 那要求他们就是要赔偿嘛 那最后呢韩国的大法院是判赔 要求这两家企业呢要赔偿这15个人 40亿韩币 这大概是快要9300万台币 这非常非常高的钱 但是你觉得这些钱他们真的拿得到吗 当然是不可能啊 韩国大法院判了那就给你判 但是日本企业根本不管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没有赔偿 所以这15个人呢就算是胜诉了 就像没有胜诉一样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拿到钱 为什么会有最近这几天的这个新闻 就是因为韩国政府想要解决这个东西 宣布呢要由韩国政府旗下的基金会来进行贷偿 这些基金会拿来的40亿韩币 所以大家想说那你钱要从哪里来呢 韩国的外交部长蒲正他就说了 那就是要根据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 在那个时候有受贿的16家韩国的企业 要他们来自行来捐款 不过重点是什么 刚刚新闻标题也有讲到 因为他们没有强迫日本企业来捐款 啊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大法院的判决是要日本企业要赔偿 结果你现在韩国政府要来代偿 好代偿就算了 可是你又不要求日本企业来付这些钱 那这样子怎么会是合理的赔偿呢 所以就是上街抗议啊 然后骂政府啊说什么啊 卖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韩国政府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条件 是因为其实以日本的立场 在1965年他们建交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签了一个日韩请求权协定 意思就是说他们那时候提供了5亿美金 给南韩政府做政府贷款 那其中的3亿是无偿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给你这些钱 就是要来解决这些 可能征用工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议题 那你现在又跟我说 你要再赔40亿 那怎么可能 他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已经赔完了 啊你那时候没有说 你为什么现在要说 所以日本的立场是觉得说 我们已经赔完了 你不应该再拿这件事情再出来讲 我觉得韩国政府立场 可能也是想要取一个中间职 所以他们就说 请那些当时有拿到这些钱的 韩国企业来捐款 然后赔给这些受害者 我觉得韩国的民众对于这件事情 部分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觉得日本是态度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说 日本政府你根本没有跟我们道歉 你也没有要赔钱 那怎么会是真正的赔偿呢 所以他们就会就骂政府啊 尤其是骂现在的尹锡悦政府 就说他是扮调子啊 然后说这是 韩国宪政史上最羞耻的一天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因为我刚也讲过嘛 他就是等于是韩国政府的这项决定 推翻了当初大法院的判决 等于是韩国人来赔给韩国人 而不是日本人赔给韩国人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蒲政他自己就是那个外交部长 他自己的说法是说 就像是半瓶水一样 就是现在水已经装一半了 那当然日本企业 他们有诚意要捐款的话 我们当然是欢迎 所以说日本有诚意的话 这个水就越装越满 然后两国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那为什么会说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因为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些历史的伤痛 所以导致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一些台湾人不喜欢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也有一些人是不喜欢日本人 就是有一些日韩的爱恨情仇一些纠葛 2018年那时候大法院判决 判说他们那两家企业要赔钱 那之后呢日韩就掀起了一阵贸易 然后那时候日本就说他们要禁止 三样的半导体的重要原料 禁止他们出口到南韩 那时候南韩当然也反击啊 南韩就是说那他就要向WTO来申诉 所以两个国家就因为二战的那个征用工的问题 然后衍生出了日韩的贸易战 那现在呢就衍生出日韩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差 尹锡越上任之后他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竞选的时候 他也说过他会想要赶快来访问日本 所以尹锡越呢就传出了他要在3月中16号的时候 要去访问日本 就是要见日本的首相 等于就是日韩两国元首的关系急速的来升温 除了访问日本以外 尹锡越还要在4月底的时候要来访问美国 所以洛搜社就有说他其实这一连串的动作 感觉是为了想要更亲近日本 就是为了要提防北韩 他才会有做出这样一连串的大动作 国内的反对党跳出来就说啊 就骂尹锡越是亲日啊然后卖国啊 但是尹锡越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是已经考虑过了 呃那些受害家属的一些心情 然后他觉得这是权衡之下最好的办法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真正是 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件事情其实在韩国还在继续的延烧 不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性的感觉 因为韩国有很多人喜欢日本 呃疫情之后解封之后 去日本旅游的国家 最多人是韩国 比台湾人还要多 所以其实有很多韩国人是非常喜欢日本的 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那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他们觉得呃不对的事情 他们就是会非常的主动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会让日本政府重视的一项原因 很特别的是同样是被日本殖民过的国家 然后韩国人就很不喜欢日本人 可是台湾人就很喜欢日本人 尤其是我在之前去韩国出差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一个司机大哥 然后他就跟我聊天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日本 然后我当时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大家觉得呢 来请问大家 现场的大家 有去过日本的举手 是不是都有去过 那有去过韩国的举手 你看只有一个人 现场有三个人 然后只有一个人去过韩国 三个人都去过日本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 同样台湾也有外安妇的问题 也有征用工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就这么喜欢日本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 韩国的不管是综艺节目 或者是戏剧或者是政府 他们对于历史的这件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们也会做很多的节目 不只是可能是一些教育频道 或什么之类的 综艺节目也非常重视这东西 而且他们就是会主动 非常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他们就说日本就是当初就侵略我们 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人 就是比较温和 对这件事情可能 不会有这么激进的想法 但是同样的 韩国人他们 比较难以接受 不一样的意见 那当然这些受害者的声音 还是需要被重视 所以他们出来抗争 对政府表达不满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说 这件事情其实在韩国 我现在这个礼拜真的是吵得非常非常的凶 好那今天要教大家非常贴近这个主题的一个韩文单字 叫做 康杰金用 康杰金用 康杰金用它也是汉字演变过来 就是强制真用的意思 就是这些强迫被争取日本的劳工 所以叫做康杰金用 没错 所以今天就分享了一个 算是比较尖色的历史议题来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呢 OK 掰